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Lot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蠻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這一節想說一下中國的經濟 很多數據出來了 當然中國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也不承認 說那個經濟是怎樣的 有些數據出來了 有些現象出來了 很值得和大家探討一下 我看了一些媒體的報導 就說中國的 用一個叫做 海事圖 海事圖 你知道中國就是 是製造的大國 製造業的大國 它是需要外貿 將 貨用船 用其他的方法 運出去 外貿 它都有內貿 內貿就是在一個地方 做了生產之後 運到另一個地方 通常都是靠船去的 相對地 成本比較 比較節省 浙江福建上海 這些有很多港口 很多船 去運 將那些貨運 運到不同的 中國的 省市 這些貨運 發不發達呢 這些船用得 盡不盡 多不多呢 運貨量有多大呢 反映到中國的經濟 好還是不好 就有一個海事 一個浙江的船主 海運船主 發佈了一個海事圖 我不知道船不算是國家機密 真是大鑊 就說 內貿貨運 持續低迷 大批貨船 被迫 拋撓 停運 也有船主在社交網站 就說 在福建 這個寧德 已經大概有 一百多條船 拋撓 浙江 杖山 大概有六十幾條船 舟山附近的 避風港 避風港也有 一百 一百手 一百多 他們叫一條一條 船已經是 拋撓 船東為了 減少開支 將幾隻船 靠在一起 然後 找兩個人 看著 以節省費用 這樣 有些資深的船東也跟媒體說 他說這些拋撓的船 超過100米的大船 運貨量 100米即是300尺 相當厲害 他說 這三年來 包括 已經是解除了風控的 疫情風控的這八個月 他說 因為內貿不行 大約30%的內貿船 投入了 升級成為跑國際的 海運的外貿船 那 外貿都不行了 大批內貿船 被印尼人買了 但是 很多船已經 要是跑了出去 要是被人買了 但是剩下的那些 也是無貨可運 這個也是 從一個側面反映到 中國經濟 有幾嚴重 真的都幾嚴重 另一個側面 最近 出台 就是促進民間投資 擴大 這個消費政策 然後再搞一個 叫吸引外資的 二十四條意見 就說 要 改善外商的投資環境 加大吸引外資 投資 有六大方面 包括 推動外資 早簽約 早落地 早開工 早投產 協助外資 在中國建立生物醫學 等等 投資和研究中心 為外資提供穩定互聯網 虛擬專用網絡 他自己有 防火長城 只是給外資 你又用不到Gmail 又用不到Google 又用不到YouTube 又用不到Instagram 又用不到Twitter 現在叫做Ex 所有 Facebook都不行 所有海外那些 在雜訊 你要找 VPN給外資 現在真厲害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等的執法 為企業的外籍高管 和員工 提供出入境 和申請永久居民 居留的便利 要求各個部門 國務院 要 政策及及時落實 提振外資的投資信心 我都說 逢見到這些政策 你一定要正言若反 就知道有些東西很不行 外資走了 走得很厲害 你要留住外資 才發出 24條意見 這六大方便 都挺好笑的 這六大方便 為甚麼呢 你自己搞這個防火長城 是吧 你又要為人家提供VPN 然後 然後就說要搞那些什麼生物醫學科技 高端的晶片那些不搞了 因為生物醫學科技 暫時來講 未被 美國封殺 所以繼續搞了 甚至就是出入境變 你申請永久居民 但是一件事很重要 為甚麼那些外資雞飛狗走呢 很多的因素 我都說過了 疫情的時候 滯留在上海 我個人叫苦連天 又不能走 連出去都出不了 上海亦都死了不少的人 那麼 那些人走了就不回去 因為中國的 這個防控的政策 或者其他政策 覺得他不穩定 突然間說變就變 這是第一 第二 很不容易等完了 等到這個疫情完了 三年了 好像恢復正常 又來一個反間諜法 又來一個去查一些外資 又說這個就可能會洩露國家機密 蝕取國家機密等等 喂 人家 真金白銀 擺錢擺人在這 怎麼辦 這個是走 是 當下的 這個導火線來的 還有長遠一點的就是 就是中國的 設廠的成本越來越高 無論是 租金 無論是 人工 無論是科捐雜稅 我都說我現在 在英國買很多的衣服 甚至是衣服 或者其他的 日用品 以前很多是 Made in China 現在很多是 Made in Bangladesh 是孟加拉來的 我以前都沒有發覺那麼多物品是孟加拉來做越南 看到的越南不少 那麼 Made in China反倒移 是減少了很多 這樣的情況下你看到外資 真的不是很想 在中國繼續撤廠 商務部 搞這個吹風會 有外媒就 關注了 反間諜化 執法透明度不足 使得外資擔憂 商務部外資投資管理局 副司長就說 外資是中國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 以就相關法律舉辦專門的說明會 你要依發經營 就完全不需要擔心的中國歡迎外資企業來華發展 亦都跟宇宙大法的解釋一樣 是這樣的 只要你合法採訪 就沒有問題 不存在 對於新聞自由有什麼威脅 只要你 批評是沒有事的 不過你不要犯法就可以了 你拼命說這些東西 虛到不得了 合法合規經營 依法合規經營就沒有問題 問題的關鍵就是 什麼叫依法 什麼叫合規呢 這是第二個側面 反映到中國經濟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說的船 內貿的船 全部拋樓 連內貿的貨運都要減少 第二個就是 他出台一些吸引外資的方法 吸引民企的方法 似乎就是 反映到外資 走的情況很嚴重 第三個側面是什麼呢 中國人 包括香港人在內 儲蓄 的百分比是很高的 現在說 中國的儲蓄率 是歷來的新高 人們把錢放在銀行 不用 不用 即是躺平 錢不用 其實經濟運轉不了 現在認出一個數字 中國自己公佈 不是憑印象 公佈了一個數據 7月份中國銀行 新增貸款數量 3459億人民幣 比6月份 減了89% 被稱為斷崖式下跌 明顯低於2022年7月 即是同期的 6790億 比6月份已經減了89% 比2022年7月的同期 都是減少 2009年11月以來 最低的新增的貸款數量 這個訊號 表示什麼呢 表示就是 中國的 經濟 停滯不前 運作不起來 經濟是用錢來運作的 是不是 你的貸款量 大幅去增加 例如你那些人去房貸 或者借錢做生意 大的企業 大企業借了很多錢 他們的負債給了很多人 過萬億 碧桂園現在又出事 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了中國的經濟 是 停下來 你沒有用錢 給經濟運轉 看到這個 斷崖式 跌了 就是 很恐怖 我自己都看到的數字 89% 即是九成的數字 比6月來計 所以呢 這個 外國的一些 橫觀的 經濟分析的數據 看到 就說 7月份中國銀行人民幣貸款 的增幅下降至7月以來的 最低 7個月來的最低點 報告就說 中國央行的政策利率都會繼續下降 中國政府在今後幾個月裡面 發行的政府債券都會大幅增加 除非企業和家庭的情緒得到全面改善 否則 信貸增長呢 可能不會有太大的 提 升 那就是說明了一件事 另一個問題 就是 中國的經濟 下滑那個趨勢 是未能夠止住 你看一下 就是 7月份家庭貸款 買樓啊 說房貸 是6月份的9639億 罩減到2007億 即是企業貸款 6月份的 2億 2千8百萬 猛跌到 2378億 不是 2億 2千8百萬億 2億 2千8百萬億 跌到 2378億 幾恐怖 那個跌幅 從另一個角度看得到 無論是 這個 貸款 企業貸款 家庭貸款 中國的 內貌的全席 還有 用盡任何方法 留住外資 吸引外資 這些政策出台 都說明 中國經濟呢 現在是 處一個非常 艱難的 境地 北大學會議 我相信 在說這件事 向哪個問責呢 應該 當然經濟有周期的 你如何親自 親自部署 都要按經濟規律辦事 更何況 有很多政策 跟香港一樣 你想搞好經濟 就不要搞那麼多法規 出籠 反間諜 有宇宙大法 去嚇人 去拘捕人 你想搞一個經濟 要是處一個和平的環境 做一個和諧的環境 才搞得好的經濟 如果不是 是搞不到的 現在一方面想搞好經濟 一方面想維持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一方面可以吸引外資 中國大陸 怎知道 那些政治的因素 政治的一些動作 令到那些人雞飛狗走 那究竟他想搞好經濟 還是 想 不想搞好經濟呢 其實 很矛盾的 整件事是非常矛盾 我也想不通 即是你政治掛稅 那經濟自然就會想 如果你經濟掛稅 就不要搞那麼多政治 但現在問題就是 你又想經濟掛稅 但實際 很多政治的動作 很多 用法律去 趕人走的動作 嚇人走的動作 出來 那怎樣搞好經濟呢 這件事是 白癡不得其解的地方 好了這節講到這裏 我繼續支持 我非常支持 我心情有快春樂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翻唱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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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